或者山上他们没水没电的 但是他们也会结婚 一结婚以后就一直生小孩 一直生小孩又养不起 养不起他也知道可以送给佛教这样 只是当然要送妈妈都会哭 妈妈也会讲说好吧 二十岁等你会赚钱再回来 那小孩子也想那我二十岁我就还俗 所以你不去教育他也不行 但是比例上还好 一百个出家还留八十个 所以他们至少出家了很多 但是缅甸就少一点 缅甸因为现在社会进步了 他们穷的人全部送来我们寺庙 在缅甸有很多 然后等他二十岁的人他就回家了 因为他有这个学历 他可以去学校做老师 但是这个也好 这个什么好 至少佛教普及在家庭跟不丹一样 为什么缅甸不丹这么多佛教徒 全国认为是佛教国家 因为老百姓的教育都是佛教的教育 甚至寺庙的教育 有像我们中国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出国家的人 在做皇帝了 对不对 这有他的好处 所以明朝的朱元璋 包括明臣祖 他们把佛教 特别明臣祖 除了汉传佛教他尊重以外 又把大宝法王请到南京来 所以明朝永乐皇帝 也让密称佛教弘扬在中国 因为他的爸爸出国家了 那明臣祖他做皇帝 他的哥哥是被推去出家的 因为本来明太祖要把皇位给他的哥哥 结果明臣祖起兵叛变 把他哥哥推走 然后他哥哥为了要逃走 不要被杀 要跑去出家了 所以这就是明朝也很特别 这些皇帝都是出国家了 不然就对三宝非常的尊敬 事实上在元朝 这些皇帝也是如此 所以元朝的元世中 听到干玛巴使得哭 结果干玛巴就现在月亮了 师父在你心中 你心中有佛 你心中有上师 上师随时会现在加持你 所以那当然是 后来讲到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现在已经了解 八幻灾戒 那你能够受最好 那如果家里有生病 有重的灾难 或是你要去申请一个公司 你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那你就守八幻灾戒就好 那如果能够守七天 那是一个大圆满 七天就像你家里有人得重病 很严重 然后你能够守七天 这个病都可以消除掉 而且这七天之内 按照药师经 你读过点四十九盏灯 放四十九支的生命 这很容易 挂四十九个金帆 让它飘 读四十九遍的药师经 每天也读四十九遍的药师咒 这个药师经写得很好 所以药师经是一个修行的经典 特别药师经是属于显密合掌 因为药师咒如何修持 读药师经 然后念药师仪轨 来修学佛法 那各位这样了解 当然后来讲回来 世俗的快乐 有自私的快乐 跟善法的快乐 那各位知道 然后又进一步得到解脱的快乐 那解脱就是消除欲望的意思 除了不伤害众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以外还不起欲望 叫不淫欲 不骗人 不喝酒 因为这样不但不会伤害到别人 自己也可以解脱 而且没有化妆 不享受六根 所以各位很简单 你喜欢眼睛漂亮 眼睛不要一直看漂亮 你眼睛就漂亮 这样你懂吗 你喜欢耳朵好看 耳朵不要执着声音 以后你的耳朵那种 判别声音的能力 比别人强一百倍 这个叫六根情境 叫维细相庄严 你的皮肤那一天不要化妆 身身世世皮肤透明的 要不要透透看 不会老 维细相很庄严 因为守八观灾界的功德 所以我特别这样讲 希望各位受 因为我在家守了一整年的八观灾界 对我帮助很大 天天忏悔 天天修功德 天天读经 然后成就了我的出家 所以我出家以后 好像比别人没有障碍 比别人顺缘 能够去了解佛法 而且八观灾界 那我们怎么样 念一下 正见出家 这是最重要 出家有很多人 但是没有正知正见 来出家的很多 能够正知正见而出家 那这是八观灾界的功德力 但是第三种快乐 就是菩提的快乐 菩萨的快乐 菩提菩萨的快乐 并不是说 前面的不用做 是以前面的念下 戒定为基础 不思思戒的戒 然后内心清静的定 变成一种了解空性的心态 这个叫菩提心的快乐 叫菩萨的快乐 那菩萨的快乐 那各位就要开始 以仁天福报做基础 以解脱的心的基础 去深入精湛跟接触众生 你要去接触不一样的生命 怎么样来帮助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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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生命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可能就要变成有一种热忱 而且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的 就像一个销售 各位你要去做一个很好的业务推广 你要跟人家打招呼 要人际关系很好 要四方八面 样样黑白两道都要通 这些你要懂 但是你通黑白两道 你却不会做黑道 很重要 像我在很多地方 我跟很多政治人物都很熟 在台湾我是监狱叫首席法师 因为我负责死刑犯 因为我这个人 我看我过去一定是黑道 过去是吧 对不对 所以我跟这些死刑犯的心很通的 而且我这个个性 我很直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所以我跟这些大流氓 大黑道 比较合得来 我不喜欢小家逼 我玩小脑筋 我不喜欢这一套 所以我这种人叫大好大坏 大好要么就做皇帝 要么就做大坏蛋 这两个对我都不好 出家最好 但是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跟监狱的人 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很直 不会虚伪 他们就比较相信我 而且相信有个好处 我经常 我以前不敢 我现在只要你被枪毙的时候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不起来就念我 赶快来找我 我每天都在修行 都在超度 我没有一天不超度的 我都带着 今天没有法会 我也要自己超度 而且有时候 我还真的会感受到 鬼来找我 特别是死刑犯 他们不会伤害你 他只是觉得 你会觉得说好像 特别到晚上 他好像站在那边 师父我来了 他也没有笑 也没有乐 你也不会痛苦 第一次又来了 赶快赶快赶快 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子 一个死刑犯代表所有死刑犯 因为全世界被杀的人 被执行死刑的那么多 然后如果他来找我们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苦 因为你感受到他的苦 你才可以去领受菩提的快乐 就像一个医生研究这么多药 他就希望这个药能够医病人 病人好了 就是医生唯一的快乐 我想这是每个人 有这种好的想法 能够帮助别人才是他的快乐 能够解决别人的困难 才是他的快乐 所以各位 如果你去讲这个的时候 不过你要修这个之前 必须要修前面一种 解脱的快乐 就像那个 有各位有机会去缅甸 特别泰国缅甸 泰国北部 我们出家人都要到森林里面修 跟在浑木区里面 而且要修到面对鬼 面对鬼 面对尸体 然后你还能够保持自在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如果你没把这个我消除掉 那你就会怕它不行 所以你把它当作 它只是一个平等的 一个树跟一个鬼 是一个平等的存在 我现在问各位 请问这柱子上面 有没有住个鬼 有没有 每一根都有 孤魂野鬼就是很可怜 他们没有地方住 他会站着个柱子 每一个位置 如果你有阴阳眼 等一下你们测开 每一个位置都有坐着 你现在坐在他身上而已 这没有怎么样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 因为他执着 就像我们昨天那个饭店的老板娘 叫我们每个房间去撒 我说你还真聪明 他问我说真的要傻吗 我做过酒店的 我做过饭店 做到将近我从大学一年级 就开始做酒店 这个酒店有鬼真的就是有鬼 这个客人很糟糕 这个房间给你让你跟鬼睡 他一定不好睡 隔天怎么会这样 笑你看不给小费的 就让你睡鬼房间 因为以前我刚开始在大学一年级 那些酒店 那个酒店因为火栽过 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就经营不好 经营不好 没有人敢去上班 那时候我刚离家出酒 出走 我爸爸窃听我的电话 我跟女朋友讲话 他都要管 然后我说你不能这样做 我说有本事你出去不要拿我的钱 那我就走出去了 我就走出去了 从19岁离开富贵的家庭做流浪人 所以人家说佛陀19岁出家 至少我也离家了 然后我就体悟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在我爸爸的严格管理保护之下的人生 跟一个流浪的人生 对我来讲帮助很大 所以我就流浪在每个家庭 我中午是吃同学的便当 好在我还有点人缘 然后轮流睡人家的家里 好在那些都是我过去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就跟他结孕 然后就一直到今天 有了中间有七年不自由 就是结婚 结婚七年 然后就赶快又挣脱了 但是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就会黑白两道都去参与 各种的人都去参与 包括什么样的人我都参与过 对我 所以我这样讲 我是希望各位 如果你要行菩萨道 你一定要了解众生相 而不执着众生相 如果你不了解所有众生 你知道我以前早上六点去说法 台湾舞厅是到早上六点下班的 然后六点下班 因为那个舞女 台湾最大的舞女经常有人自杀 那个五大班来学佛 总经理一个女生 后来她说师父慈悲 你的早课我带你去我们公司 我说干嘛 她们六点下班 那些舞课都走了 那些三百个舞女听我说法 我说这个对我是小事 因为我负责跑监狱的 这个是小案子 但是问题就来了 就有些人那时候我还年轻 还长得还不错 那就完蛋了 就惹了一大堆麻烦了 所以我还有去辅导过 同性恋团体 同性恋团体也不错 对不对 只是他们不能出家 但是他们的内心 比我们更细 只是说如何让他们学佛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我不去 你要了解他们 第二点是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不舍弃众生 却安住在空性 各位要背 你要永远去接触各种的现象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虚幻的 不要被他抓住 他讨厌你 他对你好 那个都是虚幻的 像我以前在跑女子监狱 跑到怎么样 他们已经不画佛像 都画我的脸 然后呢里面吵架 所以监狱的典译长说 不能到那个法师来 那个来我们里面会吵架 针锋吃醋 但是我师父说 那你不去还不行的 你不去人家还不听讲佛法 我派别人去 他们就不听的 这个女孩子好色的 一定要帅帅的才可以去 所以那你不这样怎么可以 好在我是出家人受保护 但是这样就先于欲勾签 然后我进去当然不会谈这个 我进去干嘛 我来帮你们超度 超度什么 堕胎 堕胎怎么办 然后呢 所以我在这两天 如果各位你有堕胎胎儿 你还知不知道有没有超度 然后呢 我等一下会请我们 敬年居士举手一下 你就问问他吧 今天有时间 问他到底超度没有 没超度 那我就教你怎么超度 好不好 但是你不能说 我已经写牌位了 写牌位代表超度吗 写牌位只是法会加持 超度是在妈妈的心态 爸爸的心态 你也不要说我是男人跟我没关系 女儿是跟爸爸的 了解吗 男生是跟妈妈的 女儿大部分都是爸爸过去的 最爱的情人叫女儿 这个儿子都是妈妈最爱的情人 叫儿子 没有做情人的理律表 要做你儿子很困难的 你才会把他捏一辈子爱一辈子 这样 然后就好多事不断的 母子 母子 然后变成先生太太 变成兄弟姐妹 然后就一直轮 一直轮 从不停止这个叫轮回 为什么 因为爱染 情爱 他就不断不断的轮 所以男生有外遇都很正常 为什么 譬如说我现在25岁 就碰到我过去的女儿 所以你就会爱上她 4岁 4岁